各位咱们想想做的是 点了这个按钮就会加载更多的图片进来 对吧 加载更多的图片进来 这个怎么做呢 好咱们先把底下这段剪切了 看这 咱们把底下这段剪切了 来个Ctrl X 底下这一段 就是 就是发义不请求这一段 发义不请求这一段 就从这个第二 里面的这个花锅里面的第二 第二段开始 从这开始 咱们把整个这段剪切了 只把这一节留下 咱们只把这一节留下 好然后咱们给这个按钮 绑定点击事件 先拿到按钮 按钮我们把叫loadButton document.querySelector 你要用getElementByID也行 无所谓 这两个都能拿到 好 拿到这个按钮之后 咱们是不是要给按钮绑定点击事件 loadButton.andEventListener 然后监听点击事件 然后写事件回调函数 咱们还是来个箭头函数 还是来箭头函数 咱们把刚才的代码 就沾到这个里面 咱们刚才减切了代码 就沾到这 来个CtrlV 沾到这来 你点了按钮 我才给你执行刚才的代码 你点了按钮之后 我才给你执行刚才的代码 好 把刚才代码沾到这来 来个CtrlV 看到了吗 把这段代码放到按钮的点击事件的回调函数里去 放这来 好 但是你看这样做了之后 你每次加载图片是一样的 这样做肯定还不行 来我给大家试一下 我先看结果 好 进来之后 现在没有加载图片了 你要点按钮才给你加载图片 你看点了之后 一组图片出来了 你看你再点 再点的时候 你看 注意看 你看 是不是又把这同样的图片又加载了一次 看到了吗 他是把重复的图片又加载了一次 又加载了一次 好 我们想要的肯定不是这个效果 我们希望看到新的图片加载进来 对吧 好 这个怎么做呢 好 这个加一个参数就行了 在哪加呢 看好 他这个 他这个UIL这里 他这个UIL这里 他不仅 他可以给你很多 他其实上面 服务上翻了很多图片的 我们一次只取了十个图片 那如果你 他默认 如果你没有写页码 他每次都取第一页的图片 如果只要我们加个页码 就可以取到更多的图片出来了 我要取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就跟你们在网站上 查百度 查到搜索结果的时候 可以翻第二页 第三页 那个道理是不是一样的 你搜百度的时候 比如说搜索结果有 一百万条 他一页只可以显示了十条 对吧 一个点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对吧 所以咱们也可以来个这个 咱们定一个变量 看这 咱们定义变量 叫配计 最开始等于一 咱们在这最上面 定义变量 在这个按钮的 事件回调函数的上面 这里 在上面 定义变量 配计等于一 好 定了之后呢 你每次请求的时候 每次点按钮请求的时候 我先把配计来个什么 加一 从零开始吧 第一次点的时候 加一变成第一页 再点变成第二页 再点变成第三页 每点下按钮 配计就加一 好 配计加了一之后 我要请求这个页的数据 请看 我在这个UIL这个地方 我在请求的这个UIL这里 这里再加一个参数 加一个按的符号 注意哦 先加按的符号 表示我要写第二个参数了 然后面跟上配计等于 等于几呢 来个字符刷连接 再连上这个配计 搞定 配计等于配计 为什么这样写的 这个是参数名 这个是参数值 您加了一 就变成第二页 加了一变成第三页了 是不是把这个三 四五六 把页码跟在这后面 这要做字符刷连接哦 这里能不能写配计等于配计 写的就黄了 也可以用张伟福的写法 倒是可以 用张伟福的写法也可以 好 就这样写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再看一下 这样改了代码之后 是不是没点一下按钮 就能加载更多的图片 更多的数据进来 来走一波 来点按钮 这是第一组图片 对吧 再点 你看新的图片 是不是加载进来了 好 让你再点 新的图片又加载进来了 对吧 再点 好 又有新的图片了 对吧 好 不点了 网炸了 对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来看一下我怎么做的 我把这个UI又定成个厂 定成个 定个常量 对吧 其实 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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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